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! 龚俊《巴黎之旅》热议不断,晒腹肌细节被放大,引得粉丝心疼不已。 当年凭借一部古装武侠剧走红的龚俊,尽管如今在娱乐圈的地位逐渐稳固,资源也变得越来越好,演技也不差。 但是从《狐妖小红娘》、《月红篇》播出的市场反响来看,并没有掀起现象级的巨浪。 不管是收视还是口碑,与预期也都存在一定差距。 好在龚俊多才多艺,凭借与生俱来的搞笑天赋,直接晋级成为真人秀极限挑战的常驻嘉宾。 身高1米86的龚俊,同样凭借自身出众的外在条件,赢得了国内外众多时尚品牌方的青睐。 前脚刚成为GXG Fashion的全球品牌代言人,后脚就受邀参加了巴黎时装周。 作为巴黎时装周的常客,龚俊的时装造型和现场路透,也引来了全球网友的关注。 更令人感叹的是,在巴黎摄影师的镜头下,居然看到了巴黎奥运会神级镜头的影子。 不管是抓拍,还是多方位各角度的拍摄,镜头里的龚俊五官都十分立体。 眼睛深邃又明亮,即便没有美颜滤镜加持,生涂依旧很惊艳。 不过比起巴黎时装周上的造型,龚俊工作室不定时放送的碎片,则更加夺人眼球。 虽说都是为品牌方宣传造势,带有营销意味,但看完却丝毫没有抵触的情绪。 从前后发布的几组照片来看,龚俊都从不同程度上秀了一把身材。 不管是对珠宝的特写,还是全景拍摄,镜头里的龚俊张力十足,眼神体态都拿捏得恰如其分。 也难怪网友会评价他是天生的珠宝穿戴圣体。 虽说大方的龚俊已经不是第一次秀腹肌了,但是每回看都有亮点,而且怎么看都不会咽。 只是,与以往令人惊艳的反应不同,龚俊这回晒腹肌,却引得不少粉丝心疼不已。 起因是因为有粉丝针对龚俊和工作室的有效出图,进行了放大处理,似乎是生怕错过照片里的每个细节。 于是,就有细心的粉丝发现,在龚俊的腹肌上似乎有一小块淤青。 由此便引发不少粉丝围观,纷纷担心其是不是受伤了。 从疑似淤青的痕迹来看,有点像吊威亚留下的。 再加上龚俊之前有熬夜拍戏的经历。 所以这一猜测一时之间便引起了众多网友热议。 对于这一细节,虽说龚俊本人还没有亲自下场解释,但是对他而言,受点小伤其实早已是家常便饭了。 从刚入行到后来成名,一路走来,他也未曾喊过苦喊过累。 而他还能够在如此紧张和辛苦的工作进程中坚持健身,且多年以来身材都不曾走样。 足可见龚俊不止敬业,而且还很自律。 谢谢大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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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。